挑冰卡 共炒冰炒 挑战落口令 检视自己的纯职位置 让发音更准确 东兴国小学生参访中甲宽品吉隆 了解节目制作的流程 并坐上主播台 介绍既有美食 李湖饼店 阿本烧麦 阿华炒麵 顶边错 营养三明治 吉隆连珍糕饼店的大甲韵泥球 东兴小主播们轮番上阵 说的一口好菜 还有学生组队挑战录制座台节目 从吉隆好玩的景点 到最后介绍学校 庙口不仅是在吉隆最出名的景点 也有许多从外地来的 回到庙口逛一逛 学生们有备而来 体验录制过程顺利 也有了第一次进棚的新体验 今天非常的开心 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中家吉隆 让我们的小朋友 有机会进到摄影棚 体验小主播 那种播报的感觉 让他们能够很有自信地 展现自己的幽默风趣 跟口条 那在媒体试图方面 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跟了解 相信对于未来 他们的人生的发展 跟学业的进步 一定都会很有帮助 从认识摄影棚到自信表达 学生在镜头前 克服紧张 侃侃而谈 我觉得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学到了很多可以让自己发音变得标准的事情 并且呢 我一开始原本很紧张 但是经过上过课 我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 一开始口齿不清 现在变成口齿欣欣 也感谢这边的戴姐姐跟戴哥哥 这次让我体验到坐在主播台上面是什么感觉 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谢谢吉隆电视呢 给我们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东信国小呢 6048很有荣耀的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来这边呢 让孩子们呢 学到了许多的是如何的现场的录影 以及主播 把握录制节目的机会 孩子们增加媒体素养的能力 对媒体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或许将来会成为优秀的媒体工作者哦 后家前远在 记者蔡小军 吉隆报导